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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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深色物体较容易吸收或放出辐射热 浅色物体则较不容易吸收或放出辐射热 寒冬夜晚因为户外是低温 所以热传播方向会由身体向外传播 这时应该选择浅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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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� 哪一个特色能减少热 借由辐射的方式散失呢? 在上一题的经验中 我们知道深色物体容易吸收辐射热 同时粗糙的表面也会增加吸收辐射热的效果 使用保温瓶时 我们要保留热能 不希望水中的热能被瓶子吸收而散失 所以选用银色的光滑内壁 能减少热以辐射的方式散失 那么保温瓶的其他特色 又是如何减少热散失呢? 加厚的塑胶被盖 利用塑胶材质传导效果较差的特性 来减少热能以传导方式散失 密封效果良好的细胶封条 可以减少瓶子内的热能经由对流散失 最后因为传导与对流 都需要有介质来传递热能 所以保温瓶的真空夹层 可以防止热经由传导 及对流散失来达到保温效果 我找到了吗? 就好了 我找到了 最后的是 我找到了 每个月可以看 我就看你了 你帮助的